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物理系的个性跟工程不一样 物理系的个性常常是要了解的 你才有把握做下一个 但是这也是我们的弱点 工程管你三七二十一 给我一个亏讯 管他怎么来 那是你家的事 你给我一个亏讯 我就拿来用 所以他们就用得很好 所以工程人钱都赚很多 最后二十的都是科学家 所以了解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的好处是说什么 我们什么东西都求理解 它的好处是在于 当我们转行到其他地方 假设你底子打好 你过去读他们了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 甚至于你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他们读不懂 那是他们统合有问题呢 还是语言有问题 这个是有的时候 你会有这样怀疑 但是基本上 我们的好处在这边 但是我们的坏处在哪边呢 我们的包袱太重了 我们会自己吓自己 数学不好的时候 连物理都丢掉 所以呢当我们看到 一个东西不会的时候 我们就心理障碍 就自己就足起一个 很高的高墙 忘掉一件事情 我们还以为 我们是古典的例子 未能太高 我们就穿不过去 我们可以穿睡过去 对不对 对工程的人员 他根本就没有看到 这个高墙 他直接就走过去了 所以我们也要 build up一点 这方面的能力 让你知道就是说 你应当怎么去面对它 因此我们将整个PD 我花一点时间讲完之后 但是我跟大家讲 我只讲了一点点 课本有蛮多的 但是还不够多 知道吗 应数三 整个几乎三分之二都在讲PDE 他会讲各种解法 各样的状况 让大家理解 那你心里面就不会太难过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今天呢 还是一样 回到最原始的 我们看看PDE是干嘛 我们怎么面对它 其实我们这个学习 只教一种做法 只有一种 我没有教第二种 没有教第三种 只教一种 因为这一种啊 就可以随伴着你到研究所 你都舒舒服服的过去 OK 但是一种绝对不够 那以后有需要 各位再学更多 反正应数上 你们就会学到蛮多的 OK 好 我们有个PDE 那我们这一次呢 教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就是什么 对 变数分离 我最喜欢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物理系的人呢 出来啊 碰到个东西 搞不清楚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先把它给分解了再说 OK 一个机器不晓得 应该怎么办呢 就开始怎么样 试一试 坏掉呢 就先把它拆了再说 怎么组回来 那是另外一回事 OK 我们不要有这个障碍 所以我们变数分离 我们就希望把它分离成为 联利的 ODE 当我们有很多个 联利的ODE的时候呢 ODE就好办啊 我们就一个一个 什么呀 各个击破 所以你看看 从大一进来 二维运动 二运动谁会解 马上就把它分解成为 X轴跟Y轴 假设简单一点 就变成圆轴 对不对 你就把它给分了 那事情就好办 三维呢 更复杂 就把它分成三度空间嘛 那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利用变数分离 那你会问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变数分离啊 是设想的很简单的 假设我们有个东西是 XYZT的函数 我们就直接设想说 它就相当于四个函数 的相乘 单独这个只跟X有关系 这个只跟Y有关系 这个只跟Z有关系 这个只跟T有关系 那么我们就想问一个问题啊 凭什么这样子 假设就一定算得出来 我这么有把握吗 纵使我算出来 这答案就对吗 这是我们很想问的一个问题 但是假设只要我们这个PDE本身 它是个线性系统 这个问题就好办了 为什么呢 因为线性系统啊 它只有一个答案 它不会有第二个答案 也就是说管你怎么走啊 管你怎么假设 你只要最后面能够算得出来了 那个就是答案 哇那这个很有很大的把握啊 对不对 假如说我们今天说中山大学毕业 之后呢 以后不管你怎么样 你一定是亿万富翁 造义富翁好了 哇那大家坐着干就好了嘛 对不对 OK 它就类似这个样子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 一旦可以把它分离的时候 那记得吗 在分离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 一维 两维 很快 但是呢 到了三维之后 四维之后 哇那就很复杂 对不对 那我们就注意一下 搬移这些 这些变数的一些技术 好 然后我们就开始 一条一条一条的来解 我们要解ODE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到什么东西 用到 假设你是空间坐标 你需要什么 boundary condition 假设你是时间坐标 你可能需要initial condition 有了这些condition 当然你要去找啊 到底什么condition是可以拿来用的 这个我们就要花点心思 不过在数学上面比较好 因为基本上题目都给了 在真正物理系统上面 你要去找什么是可以用 然后我们用这个呢 想办法 搁在这边呢 我们解 所有的ODE 尽量 尽量 当然啦 我们解完之后呢 我们的观察 我们发觉呢 部分 ODE呢 还没办法解 部分的ODE呢 只有形式 但是呢 还有很多常数啊 有很多什么 未定的常数 那这些怎么办 你能用的 全部都把它用上了 能变的 全部都把它变了 但是可能 还有些条件 不晓得怎么用 用不上 那这个时候 我们唯一的办法 就是算到这边呢 就好了 我们重新把它组合起来 组合 比如说U X Y Z T 好了 把它组合回来 组合回来的 因为你原本里面 有些只有形式 就是有些常数还没有解 甚至于有些的解呢 你只可以把部分常数解出来 有些常数还是解不出来 那我们不管它 通通重新组合 所以组合完之后 里面一样包含着什么 包含位置 的常数 那我们现在紧接着呢 我们就发现 我们的解答就在前面 对不对 我们只要一步过来 想办法将这些常数把它解决掉就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运用什么 可以运用还没有用完的 Boundary Condition 或Initial Condition 以及很重要的一个叫做什么 正交性 那么这两个一用进来之后呢 基本上我们就找到这个解答 OK 那就相当于我们从这个地方 经过运回的路线之后呢 终于达到我们的目的地 OK 所以那假设呢 一样 我们开车 既然开到这么困难的地方 就不要去撞它 对不对 那我们就这样绕过来 所以请大家记住 我们这次考试的范围 只有一个变数分离而已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我们要面临的 偏微分方程式 大概 不会 离开哪几种形式呢 我们偏微分方程式 有哪几种形式 大家记得吗 我们在背的时候 我们这样背好不好 我们这样等号画在这边 我们叫空间微分 通通放在左边 时间微分通通放在右边 左边两边 各是两阶微分的时候 请问一下 这个是什么equation 对 wave equation 好 再来一个 左边是空间的两次微分 右边呢 时间的一次微分 当然这边有没有平方 无所谓 OK 这个叫什么equation 热的 heat equation 好 你看看 这边都维持两次方 事实上呢 我们大部分 这边都是维持两次方 那这边呢 两次方对时间微分 一次方对时间微分 再来一个就标微分了 它是跟一个空间有关系的 跟 跟时间没有关系 的函数 那么这个叫做什么 poison equation 对不对 poison equation 你们电磁学都学了吗 对不对 再来一个呢 连这个都没 这叫什么 laplace equation 那比较特别的呢 有各位现在在学 金物学道的 量子力学 基本上是 shoulding call equation shoulding call equation 基本上 这个等号两边都是能量 左边 动能加微能 右边 就是能量 只不过这些 操作的本身 都是操作而已 所以你必须要对 v function作用 ok 这样子 就叫做shoulding call equation 所以我们要考的题目呢 绝对不会跑离 这 这二二四五五种 绝对不会 ok 所以请大家那 务必要 熟悉 好 那我们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曾经介绍过 一围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 对不对 一围的时候 一围的时候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假设我们只有 one dimension 啊 波动 好不好 好不好 这样子 花一条线 两端点固定了 一个 一个弦 ok 所以这么叫x 这叫零 这叫l 显一开始呢 有个分布 所以这个显就好像吉他显一样 你把它拉起来 然后放掉 所以为了描述它呢 我们就会写出一个 简单的 v function 一旦一写出来 第一件事情 你必须要按照你的系统 把它展开来 因为这个空间的两次方微分呢 我们还不晓得它长得什么样子 假如说这个是 xyz坐标 那么它自然就可以写成为这样子 对不对 xyz坐标 假设它是 它是球坐标呢 那我们怎么办 它会变成什么 这可能我写不完啊 要把这个 待会再弄 r平方分之一 partial partial r r平方 partial u partial r 再加上 r平方 sin theta partial partial theta sin theta partial u partial theta 对不对 再加上 r平方 sin 平方 theta partial partial theta 抱歉 怎么不用了 直接就phi了两次方 这是球坐标的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铸坐标长什么样子 铸坐标长什么样子 你们可以查得到吧 假设你找不到 哪边找比较快 你知道吗 对电磁学 电磁学第一章翻开 什么都有 你知道吧 电磁学第一章是最好的一个 有些目录是很重要的目录 ok 那你必须要先搞清楚 你的对象是谁 决定的对象 事情就好办 我们说过 假设是xyz系统 那就很简单啊 我们直接就对着xyz系统啊 把它给分了 对不对 所以假设呢 我们是这样子 假如说只有一围 那很明显这两个都不要 假设两围 你就可以设定一个坐标系统 比如说x跟y 那么z就不要 假设是三围的空间 那全部都要 ok 就dependent on你的系统 假如说你头一步 你有能力透过一些对称性 透过一些分析 而把它简化了 那你计算起来就非常容易 ok 所以呢 假设我们只有一围 那当然啊 我们就变得很简单了 我们可以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 我们怎么来假设这个u 我们如何它变数分离呢 我们就假设它只有x 跟t 假设是左边呢 我们这个u啊 就要假设成怎么样 四个都要有 然后我们就把它带进去 除以它自己 记得这个步骤吗 带进去除以它自己之后 它马上的 就可以进化成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了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你把它带进去 它算下来 马上就变成为 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这个样子啊 那要是这边怎么办呢 那要是这边怎么办呢 这边是球坐标啊 对不对 假设是球坐标 那我可以怎么样展开来呢 你要记住 xyz坐标的时候 这个是直角坐标系统 所以我们当然就有xyz 当我们是球坐标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判定一个东西的位置 任何一个点 我们都用r theta phi来判断它 记不记得 r指的呢 就是跟怎么样 圆心点的距离 什么叫theta 跟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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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的夹角 这个叫theta 什么叫phi 垂直投影在 xy平面上面的 的这个影子 这条影子 跟x 走的夹角 这个叫phi 所以既然是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u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为 大r 大theta 大fi 我们就这样子定义就可以了 同样的 这个你把它带进去 算下来 非常快速的 你也可以得到下面的几个 样子 就写d了 我们的 铸坐标的一围 三围 以及球坐标 我们全部都可以把它展开来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目的是干嘛 是希望能够达成 把它分解成为连理 微分方程 常微分方程 在这个地方 最右边的 最简单的 因为它只有一围 左边只跟x有关系 右边只跟t有关系 那太棒了 我就可以很简单的假设 两个都等于某一个 数字叫做alpha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分解成为 或者是下面这个 抱歉 这个少个t分之一 我们就可以分成这两个 这样子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现在呢 我们就从原来的位置数 最开始的位置数 u xt 经过变数分离的这个假设 位置数变成大x 跟大t 经过这个假设 又多跑出一个alpha出来 对不对 但是它好解多了 这个呢 很类似的 我们要是一观察的时候 你马上就看得到 这个地方只跟x有关系 这个地方只跟y有关系 这个地方只跟z有关系 这个只跟t有关系 那我干脆就这样子好了 这个叫做alpha 这个叫做beta 这个叫做gamma 这个维持这样子 那么你就跑出四个式子出来 对不对 最后面怎么样 这边又少个t分之一 OK 这样子 不就变成连力方针 是吗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解它 来判断alpha到底是什么状况 那我们要解它的时候 假设我一旦可以做到 这个步骤 是否我完成了连力方针 连力的ode 对不对 那这边也是一样啊 这边一看 这边只跟t有关系 这边呢 只跟fi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假设有个t 很复杂的t 那你就要想办法 比如说这边有个t 你可以假设成一个什么东西 这边 又可以假设成一个什么东西 但 你看看 我能不能单独找出一个r平方的 不行嘛 因为这边 找出跟r有关系 这边是r 但这边也有r平方 这边有r平方 所以你很难把r isolate起来 但是我可以先假设完之后 反正它等一个常数嘛 再把它丢到式子里面就是了 θ也是一样啊 这边都有r平方 r平方 我可不可以先把r平方提出来 r平方分之一提出来 这样子 那 假如说 我假设 这个 等于α 假设了 那么这一整串 是不是只跟θ有关系了 那么这一整串 我可不可以假设它等于β 那么我可不可以再假设 这一整串 等于噶嘛 来 然后再下去算就好 对不对 实际上你有很多种不同的假设方式 你看从那边找手 有的时候你找手要从那边做 要看它的boundary condition是什么形式 我当然先从简单的找手啊 什么叫简单 你就要多做一点 你就知道什么叫简单 对不对 那 透过这个步骤 我们就终于完成了 连立方程式 然后剩下的呢 先把那形式解解出来 然后带入boundary condition 或initial condition 想办法能解的尽量解 像说这种就很简单啊 这种的 这种形式你看 不管是x t你看 长得一模一样啊 你看 有没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完全都一样 所以它的解非常非常容易写 对不对 写个当例子 这个呢 就可以写成为a exponential根号alphax 再加上b exponential负根号alphax 这是当alpha大于0的时候 当alpha等于0的时候 是cx加上d 或者是 当它小于0 小于0的时候呢 就变成这边会跑出一个负号出来 所以你必须先乘一个负号 那i呢 可以提出来 那你就可以写上abcde eexponentiali 根号负alphax 再加上f exponential负i 根号负alphax 或者你不喜欢这种形式 就把它写成为cosi的形式 对不对 解就是有这几种可能 不过这只是解的形式而已啊 到底哪一个对 哪一个不对 到底哪一个常数可以保留 哪一个常数不保留 你就要把boundary condition 用进来 但是一旦要用到boundary condition的时候呢 你赫然就发掘一件事情 boundary condition 没有办法apply在x 大x 没有办法apply在大y 没有办法apply在大t 或大z 为什么 因为boundary condition 指的是完整的解的condition 比如说u 比如说这个一维的 我们指的是u在怎么样 x等于0的地方 这个端点的地方 或者是u在等于l 另外一个端点的地方 这些地方通通不准动 位移量等于0 那你发觉 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来讲 我们在这边解释的是大x 这个却是u 我能不能直接拿来用 不行 所以事实上呢 当我们这个boundary condition 要拿过去用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变数分离法 把它给分离了 看能不能提取 什么有效的资讯 当然假设我们 变数分离法一用进来 马上就发觉 事实上呢 它就会推到 它可能是大x 这个要等于0 大l要等于0 那这个时候 才可以用在这边判断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记住这个 很多人在写的时候呢 他boundary condition 都这样子写 但是他没有做 变数分离 他直接就把它 假设他就是他 然后下面就来做了 那我只要题目变一点呢 你就会上当 OK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最好的办法呢 你还是乖乖的 尝试一下用变数分离的方法 把你这个boundary condition给分了 分了之后呢 很快的 我们就知道 比如说像在 这个one dimension的状态下面 一定是下面这个才合理嘛 因为它会形成一个往复的 往返的 sine wave 或cosine wave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是吉他神嘛 他只有sine跟cosine 他不会是exponential 会越来越大吗 当然不可能 因为这边要被定住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面 你有经验的人呢 他马上就告诉你 是他 所以你看你们的近代物理 为什么解析 Tingue equation的时候 他很快就假设 他的形式解 他不会写α 不会像我们这样 正规的一步一步写 他直接就是说 他等于负m平方 就把它解决掉 为什么 因为他发觉 他一定要小一点 而且这边有开根号 多麻烦啊 干脆给他平方 你一开根号 就变成没有平方就好 他用感觉上去判断 大概就八九不利时 可以抓到这个关系 但假设你不知道 那你就怪怪的 一步一步一步 做下来 知道吗 好 做完之后 最后要来组合了 一组合的时候 发觉啊 里面还是有些常数 不知道 对不对 我们就拿一尾的来做 好不好 一尾的来做 一尾的我们做 最后发觉 下面这个一定要 一定要OK 因为呢 有我们这个 Boundary Condition 告诉我们 这个要等于0 X等于0带进去 cos等于0 cos等于0 等于1 sine 0 等于0 所以只剩下1 1要等于0 所以这个时候 X呢 就只剩下一项 它会等于F sine 根号 负alpha X 然后再把 L带进去 等于0 这样子一带进去的时候呢 你会得到 F乘上 sine 根号 负alpha L 等于0 L等于0 那你能不能很干脆的 就让F 也等于0 可以 但是这样解释来解 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 假设F等于0 就代表X呢 F等于0 管后面怎么变化 它永远都等于0 当X 永远都等于0的时候 就代表我的U呢 永远都等于0 那就它告诉你说 它根本就没有政府 怎么可能啊 我去弹吉他 弹个老半天 就吉他都不动 那我刚刚在谈什么东西 这不是0一片 对不对 所以呢 F等于0呢 不合 唯一的办法是 这个要等于0 sine什么时候等于0 正负π的时候等于0 对不对 正π负π 什么都可以 所以马上就告诉我们 根号负alphaL 要等于什么 正负Nπ N等于整数 那这样一来 有什么好处呢 它马上就告诉我 根号负alpha 可以写成正负的 Nπ除以L 或者是 alpha可以写成什么 负正 两次方 对不对 Nπ over L的两次方 也就是说 一开始我们不是引入了 说为了解决它 分离完之后 都跑出这三个变数吗 但事实上其中有个变数 在我们用 boundary condition的时候 就把它算出来了 原来有这么多种 N的alpha 那么把它带回来 带回来到 原来这个式子 那是不是 X的解就可以解出来 X解决就会得到什么 F Sine 根号负号法 或者等于Nπ over L的X X就可以算得出来了 太棒了 X算得出来 但是回头一看 这边还有个F 你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 N既然是整数 那么 就代表着说 X有好多种形式 你怎么知道 每一种形式前面的 常数一定一样呢 不知道啊 我没有这个把握 所以我们就通通将它编号 你就得到一个XN 同样的 当你把时间也带进来 你也可以得到一个T 也是等于一个什么形式的 T这边也一定是Sine 对不对 一定是不是Sine T T等于0会 哦 这个时候没有哦 所以T呢 我们可能要维持这个形式 T呢 我们维持E Protential Plung Cosine 负α 根号负α 不用了 因为这边有α嘛 α我们已经解完了 不是吗 直接把它带进去 所以它会得到一个什么 Cosine Nπ over L的T 是不是 哦 它还有C耶 我看看 这个会变成什么 C嘛 C C 再加上F Plung 这边有个大F 等一下 这个叫做 G跟H 好了 Sine C Nπ over L C平方 Nπ 这样子才对 哦 不 No 它要开根号吧 对 就是这样子吧 大概是这样 好 当你解到这个地方之后 你发觉一件事情 连这个里面都有N N不是等于正整数吗 那就代表我有这么多种T啊 我怎么敢把握 每个前面的系数都一样呢 当然没有这个把握了 所以我管它 通通把它编号 了不起大家都一样 要不然就是 每个编号的数值不一样 算到这个地方 我们只是解到了这个步骤 然后没办法了 我们就开始把它组合起来 这一组合了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你怎么组合 我们来看看 你怎么组合它 当我要去组合它的时候呢 因为我要组合 我就回归到我当初的假设 怎么把它分开来 我把这两个一层起来 我发觉跟它不一样 为什么这两个乘起来得到的是什么 大XN 马上断掉 X乘上大TN的T 我们发觉even这个样子 你所得到了只不过是怎么样 U的N而已啊 我们要的是U 所以很明显呢 我们要解到这么多种解 最后呢 我们这个线性系统里面 我们就把它做线性组合 线性组合就是你 Summation这个N 每一个前面乘上一个位置数 乘上I 这个是位置数 好吧 N 所以你后面是SummationN 再乘上I N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你马上就变成怎么样 IN 这个位置数 乘上这两个相乘 你发觉这边有FN是位置数 GN是位置数 HN是位置数 反正是乘起来嘛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FN乘进来 把这个FN乘进来 最后两个呢 分别再把这个IN把它乘进去 那我是不是就变得很简单 我是不是就可以变成为 SummationN N Pi over L 的X 乘上 G Plant GPlant就什么都乘在这边了 Cosine C N Pi over L T 再加上H Plant Sine C N Pi over L T 对不对 我们只剩下这两个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呢 就达到了组合的目的 然后我们要再过来 必须把这两个常数解决 我们就再用一个Bounder的Condition 比如说在这个E尾的时候 说时间等于0 时间等于0 时间等于0的时候 Cosine等于1 Sine 0就等于0 就剩下GPlant 所以U在时间等于0的时候 它等于 一个分布 然后呢 它会等于SummationN Sine N Pi over L X 乘上GPlant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终于 我们可以派上这个Sine的 怎么样 证教特性 来用 我们发掘一件事情 这个Sine啊 很好玩 N Pi over L X 乘上Sine的 N Pi over L X 你从0 G到大L 它会等于 2分之L的 Delta NM 对不对 是不是2分之L 希望我没有算错 它有这么好的东西 所以干脆两边都把它沉了 左边 也沉上个Sine的 记住哦 我沉上个M DM 然后把它积分 然后把它积分 右边呢 也是一样 GPlant 常数提出来 这个乘上M之后的积分 会得到2分之L的 Delta N N M 也就是你沉进来的这个M像是能够决定 Submission谁存在的 你这么多个N没有用了 只有N等于M的时候呢 它不等于0 所以这时候你会得到个G M Plant 百分之L 那前面这个可以计算啊 是不是你的系数就可以解得到 对不对 这样子就好了 假设在二维呢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这个Submission啊 你这边有两个X 两个 假设有两个Sine 或两个Cosine 没关系 因为Sine跟Cosine都有这个特性嘛 你就分别成 就最后面呢 这个积分会变成两个积分 假设你当二维是用成X分Y 这边就有两个积分 假设三维就XYZ 就三个积分 谁怕谁 最后就算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要给大家熟悉的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 你们要非常熟悉的是 你怎么把这个式子 简化下来 这个是你们一定要会的一个工作 所以呢 你必须去看看怎么做 我已经给你们很多次作业 就是重复这个动作 对不对 请你们要把它背起来 告诉我 它怎么简化下来 怎么分解成三个 微温方程 然后最后怎么去解它 这样就可以 好 我讲到这边 你们听起来好像很容易 对不对 听起来好像很容易 但事实上它就是这么容易 常常呢 你看看我们上一次 最后一次讲课的时候 礼拜五晚上讲课的时候 我们在讲 三度空间的自由电子气体 你们有没有发觉 我们解那个解呢 两三下就把它解完了 最后重点不是解 重点是整个的物理的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数学 要是熟悉的 你就很方便 OK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比较享受 感谢观看